詞曲 初音樂 吳亮斯 編曲 博光 編曲 王文哲 編曲 王文哲 那我們這一節今天上的課 是還在談中南美中 可以看到是我國對中南美國家的 歷史外交以及我國外交處境 那看這個題目就知道 我們又請到了重量級的 我們的外交的前輩 歐宏鏈 歐部長 他不但是我們前任的外交部的部長 而且駐瓜地馬拉智利等國都多年有成 那目前呢 歐部長他是對外關係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仍然在外交的領域裡面 提議後進退展外交的一些概念 那我們在這裡就熱烈的歡迎 歐宏鏈 歐部長來跟我們講今天的討論 各位同學 早 早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跟大家來談談中南美洲 我在外交部45年 跟中南美洲都沒有脫離關係 一進外交部就到中南美斯 然後派出去以後到秘魯 那一輩子都是派在西班牙語的地區 包括西班牙 那麼今天談這個中南美 我想 國內一般人對中南美洲大概認識比較不多 所以我想花一點點時間 先增進大家對中南美洲的認識 那麼這裡我提出幾個問題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第一個就是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嗎 打個問號 為什麼呢 因為1912年出生在意大利 熱諾亞的哥倫布 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有很多的學說 認為地球是圓的 也知道因為馬克波羅回到意大利以後 也寫了有關東方的一些事情 所以已經有地球是圓的這種學說 所以哥倫布他就深信 假如這個向西航行一直往西走的話 可以到達東方的這個印度中國 他去跟很多的國家的這個君主皇帝去談 都沒有成功 最後西班牙的伊萨貝勒女王呢 同意支柱他 結果呢 用三艘船 不到九十個人 在1492年出發了 經過十個禮拜 七十天以後 他到達現在是巴哈馬的這麼一個地方 但他深信那個就是印度 是東印度他認為 以這個地形的話 他認為那個印度應該是東印度 一直到他去世 他很年輕 五十幾歲去世 他都以為他到達了東印度 那麼美洲本來就是存在的 歐洲國家不知道美洲的存在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麼他們說發現新大陸也沒有關係 問題是你到達的這個地方是有主人的地方 不是無主之地 無主之地的話你可以說我發現了 這是我的土地 但是那是有主人 而且這個主人他的文化是上千年文明的民族 結果他說他發現 而且你憑什麼發現以後 你去侵占屠殺掠奪人家的土地財產 然後還開始知名人家 長期證明 幾百年來西方世界只談發現新大陸 從來不談侵占屠殺 也有多這件事情 也從不提原住民的權益在哪裡 這就充分顯示在國際政治裡面 強權就是真理 談國際政治你只能談實力 不能談這個沒有用的 那麼很多西方國家也就是靠殖民地的財富 來這個崛起的 1992年 西班牙原來想大肆慶祝 發現新大陸五百年 結果引發了中南美印第安人的反彈 他說什麼發現呢 我在你好好你爬來屠殺我 這個你現在還要慶祝發現五百年 結果這個壓力太大了 西班牙把這個慶祝的名稱改為 慶祝兩州的相遇 Encounter就碰到了 兩州呢碰頭了 兩州的相遇相逢 那麼現在已經經過五百多年了 在中南美洲啊 統治階級還是白人 財富還是集中在白人手裡 你現在到中南美洲 看到比較平臺 培沃的土地 一定 地主是白人 印第安人都被迫到山坡地 坡度很大的山坡地 辛苦的工作 所以有些人說 中南美洲是印第安人 很懶 我在中南美這麼多國家 派出過 我不認為他們來 他們非常辛苦 辛勤工作 但是被白人撥削 那我也曾經跟這個白人同志者談起 我說你們國家要起來的話 要這個 加強教育 普及教育 我說我們能夠起來 台灣能夠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普及教育 他們說那印第安人是沒有用的 你這個教教不會的 完全是啟示心態 而且呢 為父不仁 他們這個請用人 他可以把他在家裡 他要出門的話 門鎖起來把他關在裡面 這種事情在中南美洲很普遍 到目前為止 應該五百多年以後 還是有很嚴重的這個 對印第安人的這個歧視的行為 那麼比哥倫布 這個遠洋 早八十幾年的時候 在東方也發生過 有船隊遠洋航行的 這個撞擊 撞擊 那就是明朝永樂皇帝年間 有個叫做三寶太監 為什麼三寶 因為他原名叫馬三寶 但是他很小就被送進宮廷當太監 所以皇帝把他改名為鄭和 所以就後來變成鄭和 他因為是太監 所以叫三寶太監 鄭和他從1405年 你看這個哥倫布是1492年 他1405年 八十幾年前 就已經開始 他第一次航行 二十八年期間 七次下西洋 每一次船隻超過兩百五六十艘 水兵多少 兩萬七千人左右 你看這個有多龐大的一個艦隊 而且那時候我們已經技術到 可以建造這麼大的船隻 可以讓兩萬七千人左右的海軍 出去遠航 可以說是軍威浩蕩 結果反問了東南亞 中東甚至到了非洲的東岸 那麽這個英國有一個退役的海軍 曾經寫了一本書 這個書名叫做1421 叫Gavin Mendez 他就認為鄭和比哥倫布先到達美洲 但是西方世界的學者 這個質疑很多 不采信 但是Mendez他提出很多 包括這個地圖啊等等 這個發現的這個 在美洲發現的一些東西 他認為這個 鄭和事實上是到達了這個美洲 不過這個呢 西方學者並不采信 我們就算了 那麽這個鄭和他七次下行 總共到訪過 超過三十個國家 他訓練裡沒有別的事 Say hello Say hello 這個然後呢 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們要來朝貢 我們華人就是要死要面子 我要當老大就可以 結果呢 去過的國家 通通 古蘭市 這個來操控 帶一些土產來 結果我們回正大 非常貴重的禮品 損失慘重 更何況 七次下行 每一次 這麽龐大的艦隊出去 要花多少的國庫的資源 所以七次下來以後 可以說是造成國庫空巡 脫荒了國家 所以我們把這個哥倫布跟鄭和 遠洋出巡的這個事情做個比較 你看看 哥倫布他只有三艘船開始 但是第二次他就多一點 而且人數也到了一千兩百人 但是也不過是 第一次不過是三艘船 八十幾個人 出巡四次 而且只有十年期間 結果呢 他帶給國家什麼 領土的擴張 現在你看看西班牙在全世界 多少的這個西域國家 這以前都是他的殖民地 後來才獨立 所以帶給國家領土的擴張 還有龐大的經濟利益 那個時候所有這個殖民地的這個財富 就是通通都是送回到殖民國家 所以這些國家歐洲列強 就是靠殖民地的這個 金融財寶致富 那麼那個時候海上強權 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到處去侵占人家的土地 那個時候你只要能夠在海上 稱霸就是強權 連這個葡萄牙這麼小的國家 他也曾經稱霸海上 所以中南美洲有一塊很大的地 巴西他講葡萄牙語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葡萄牙這個興起 以後西班牙起來了 就跟他這個強中南美 爭執不下 最後請教皇仲裁 教皇就拿一支筆 就一畫這一半 葡萄牙 這一半西班牙 所以一畫這一半 這一大片就變成巴西的 另外 在賀蘭很小的國家吧 他也曾經稱霸海上 所以賀蘭也有很多的殖民地 南非就曾經是他的殖民地 還有這個加勒比海 又他的殖民地 蘇利南嘛 這麼等等 所以這個當然英國 法國 這些更多 最大的這個殖民國家就是 西班牙 英國 法國 然後連葡萄牙 赫蘭 這種小國都曾經是海上稱霸 而且取得很多的殖民地 那麼這樣看起來 就是說一個是花了一點點錢 但是就造成國家領土的擴張 這個經濟利益 龐大的利益 而我們鄭和就是消耗國家資源 結果沒有得到任何的好處 但是這兩件事情也正好突顯 東方的王道文化 跟西方的霸道文化不同在哪裡 我們事實上 這個中國 這個曾經被很多外族入侵 蒙古 滿洲 滿洲國 都曾經入侵中國 結果最後都被我們同化 成為中華民族 這個漢馬蒙回葬 這個一個種族之一 所以可能我們中華文化的 包容性是非常的大 這也跟西方霸道文化不一樣 我們是王道文化 那麼現在這個中國大陸 習近平強調的就是和平崛起 他也沒有意思去侵略人家 跟這個美國 美國去到哪個國家的援助 一定引起那個國家的反感 因為他是用霸道文化 來進行其他國家的援助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跟大家來探討 就是中南美洲的原住民是來自亞洲嗎 很多學者都說 美洲的原住民是在冰河時期 可能這個白領海峽那裡還可以 還可以跟這個通過 所以亞洲人通過白領海峽 到達了美洲 然後一部分人向南移動 前移到達了中美洲 南美洲 但是這種學說後來有一些學者不以為人 因為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跟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 實在是有太大的不同差異 差異在哪裡呢 北美洲的印第安人身材魁梧 過著是游牧生活 他是很會騎馬 這個很好的武士戰士 跟中南美洲的完全不一樣 中南美洲印第安人身材矮小 他是折地而居是好的農民 他不是勇牧 然後他根本不認得馬 中南美沒有馬 不認得馬 所以呢 而且很愛好和平 他不是好的戰士武士 所以這個民族性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是從北美洲移到中南美以後 個性 民族性會有這麼大的改變嗎 實在是不太可能 所以另外一派學者認為 應該是在地殼變動前 可能現在隔離亞洲跟美洲的 這個太平洋之間 可能有很多的小島 甚至於根本是 你現在看地圖好像也可以銜接的 甚至於可能是屬於同一個陸地 或者即使不是同一個陸地 但是呢 這個有很多的小島 可以用很簡單的木法就可以越島前進 那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 是亞洲的蒙古種 中南美洲的蒙古人 為什麼北美洲跟南美洲 中南美洲的發展 經過幾百年以後有這麼大的落差 你看現在北美洲啊 美國已經發展成為強權 但是中南美洲現在還是屬於開發中國家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 當初從英國移民到美洲的 絕大部分是清教徒 基於宗教的信仰 還有一些是工人或者農人 因為當地這個環境很困難 還希望能夠到新大陸有好一點的發展空間 所以到北美洲的大概都是舉家移民 要到那裡去創建他的自己理想的家園 沒有想法說是我到這邊賺到錢以後 我要依錦隆歸回到英國 沒有這種想法 所以都是帶著冒險 肯荒的精神到美洲去打拼 然後建立他的新家園 所以美國的立國的精神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是絕大部分是一些冒險家 或者強盜 海盜 然後到中南美幹嘛呢 想辦法賺到錢 強到錢 以後回國買爵位 所以在鼎盛時期在馬德尼隨便碰到的人都是貴族 因為太多錢了 到中南美 隨便弄到錢 回去都是依錦隆歸 結果沒有本事 沒有弄到金銀財寶的 無臉 回去見江東富老 怎麼辦呢 這人就留下來 而這人就變成中南美最早期的移民 而且這移民大部分都是單身 都是男的 因為他去冒險 所以就跟當地人通婚 所以這個南北之間就當初的移民動機 還有移民的這個基因成分就是不一樣 所以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的話 南北之間有這麼大的發展的差異 另外我想這個中南美洲是 哥倫波發現的時候已經有相當古早的文明存在 絕不是無人之地 他可以隨便稱為他發現 其中這個大家談到的是三大文明 一個是印加文明 一個是瑪雅文明 一個是阿斯特加文明 我想阿斯特加文明的重要性比較小 我今天就談談這個印加文明跟瑪雅文明 印加文化大概是在公元1200年的時候出現 經過部落之間的征戰 到了1438年 建立了印加帝國 稱為大王的蘇勇 聽起來實在是很像大皇帝索勇 所以呢 我倒是相信說1421年 我們是到達美洲 因為這個名稱怎麼聽都是大皇帝索勇 而且它的結構 結構就是像蒙古那種 就是有四個漢國 那麼由中央來統領 而且它有一些像景田制度一樣 它土地是政府所有 那麼大家在土地上耕種以後 多少百分比要交給政府 多少百分比呢 我們耕種著大家來分享 一些制度是已經相當的進步 它那個時候大皇帝索勇有這個印加帝國 它的復原大到 包括現在南美洲西岸的 Columbia, Ecuador, Chile, Bolivia 以及部分的Argentina 所以可以說這個復原相當的遼闊 那麼主要的糧食是馬鈴薯跟玉米 所以馬鈴薯跟玉米救了歐洲人 歐洲人就從美洲引進了馬鈴薯與玉米 所以它在這個饑荒時期就靠這個救了他們 那麼另外工業方面 當時紡織椰金樹 所以它的提煉黃金 那時候已經技術非常成熟 水利灌溉也很發達 可惜一家帝國存在不到100年 因為到了1532年 西班牙人 Francisco Pizarro 帶領了168個人 一門炮27匹馬 跑去就把印加帝國 這個增補還消滅 因為印加人不認得馬 所以當這個西班牙人騎在馬上出現的時候 他們因為是天神下降 下的要命怎麼有這種東西 所以都棄家而逃 再加上那個時候帝國內部 正發生這個王位的爭奪戰 那西班牙人就利用這種形式 就是這個結合反對派的 這個來打這個王朝 結果國王被俘 被俘他用欺騙的這個辦法 說你們現在 因為那時候他們這個 研金術很包大 已經有很多黃金 好 你現在只要把這個房間 這個 把黃金到這個水平 我就把你國防 國王放掉 結果他們全國就把這個黃金 全送到這個房間裡面去 等這個黃金都拿到以後 他照樣把國王殺了 還是把贏家帝國滅亡 所以這個西班牙人 殖民 中南美洲可以說是 手段是非常殘酷的 那麼贏家帝國目前留下來給世人 最了不起的一個東西就是 大家也許都知道 馬丘比丘 馬丘比丘是一個在山頂上 現在這個看起來是非常的這個 精彩的這個建築 到現在大家所有專家研究 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不屬於當地的這麼大的石塊 從哪裡怎麼運上這麼高的山頂上 三千多公尺的這個山頂上 大家沒辦法解釋 以現在的可以 而且這個石塊不規則形狀 他可以把它拼一拼 拼成牆 而這個接縫接得很好 連根針都查不進去 這個針是什麼樣的一個技術 現在科學家也沒有辦法解釋 另外還有在一片森林 空中照下來可以看到幾何圖形 非常整齊的幾何圖形 它是在森林裡面挖這個鉤旗 來這個畫成圖形 而這個圖形呢 你在地面上看不到 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只曉得有鉤旗 但是你從空中照下來 是非常整齊 非常好 那個直線畫起來是非常的直 所以這個到現在為止 是你科學家也只能說 這個是太空人畫的 人類做不到 叫做Nasca Lines Nasca 在這個密封的Nasca 所以呢 這個印象畫留下來 一個是這個Marchu Picchu的遺址 另外一個就是Nasca Lines 都是顯示當時的科技水準 已經相當的高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現在的科技 是達到最高水準 不一定啊 以前可能在某個時代 科技水準很高 像埃及這個金字塔 現在大家也很難很難這個理解 這麼大的石塊怎麼樣把它堆 堆積這麼漂亮的一個金字塔 最大的證明就是科學家 考古學家 挖來挖去就挖不到電線 所以證明啊 以前就有無線電 所以這個 這是第一家文化 那麼另外一個是中美洲 中美洲這個瑪雅文化 也算了不起 它這個古老的程度啊 不亞於我們的中華文化 它是在公元前2500年 就已經開始出現 頂盛時期是公元200到800年 但是公元900年以後突然消失 到現在研究不出來 是怎麼消失的 因為在你所挖到的古跡裡面 找不到人類的古害 也就是說不是因為瘟疫死掉 因為瘟疫死掉的話 古害應該還在那裡啊 但是找不到古害 也就是說這個瑪雅文化這個民族呢 全部從那個地方消失 集體移民出去 但是移民到哪裡也是一個謎 也是一個謎 那麼 瑪雅文化現在所挖出來的古跡 最主要就是金字塔 金字塔 差不多十年前 因為現在它主要的金字塔 就在北部的迪嘎爾那裡 變成觀光景點 但是現在在迪嘎爾以北 200多公里的地方 發現更大的一片 因為現在這個挖出來的 可以觀光的是 大概就是那裡 埋在地下的這個 不大百分之十 絕大部分都是還是埋在地下 但現在呢 更往北200公里的地方 發現更大一片 裡面底下全是金字塔 而同時發現其中有一座金字塔 它的底座 比埃及最大的金字塔還大 它的底座高度不硬 但是底座比埃及金字塔的底座還要大 所以可見瑪雅文化 當時已經是相當的發達 而且佔地非常廣 非常廣 我們現在很多人到 觀地馬拉去參觀這個 迪嘎爾的這個遺跡 那就是極小極小的一部分 那麼瑪雅文化在某一些方面 當時已經相當的這個高度的發展 包括天文 數學 農業 藝術等等 最讓人 這個 驚奇的是 瑪雅文化當時已經算出來 一年是365.2420天 那現在經過我們科學精算以後 一天 一年多少天 365.2422天 相差多少 相差0.0002天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它是怎麼算的 現在用進科學最精準的儀器來算 跟它當時算的相差0.0002 也就是說一年的時間 它的算法跟我們現在科學算出來 只差17點28秒 你想想看這個瑪雅文化當時有多精準 而且它當時蓋這個監製塔的時候 它有蓋縫隙 就是到什麼時辰的時候 太陽正好照下來 從這個線照進來 一點都不差 算得非常精準 所以它們對天文可以說是相當的發達 而且瑪雅立法它又算出來 它每兩萬六千年會發生一次 太陽地球跟銀河的中心會排成一條線 那時候就會造成地球的毀滅 所以在2012年 2012年12月23號的時候 這個在我們這個地球上盛傳地球會毀滅 很多人因此變賣家產 準備接受毀滅的日子到來 結果後來沒有 沒有 但是無論如何 當時這個瑪雅立法是做這麼一個推算 所以兩萬六千年會有這麼一個現象出現 太陽地球跟銀河中心會排成一條線 會造成地球的滅亡 所以可見這個瑪雅文化當時真的是發展得非常的好 那麼剛剛所提的印加文化跟瑪雅文化 都是屬於高原文化 跟我們所認識的古老的文化完全不一樣 古老的文化我們這個不管是中華文化 印度的合和和河這個河流文化 中東的 所有這些都是沿著河流發展出來的文化 但這兩個是在高原上發展出來的 阿斯基加應該這個我想你們有時間 你們可以這個上網去查查看 因為這個可能會贈的時間 我們現在談談中南美洲它有什麼樣的發展潛力 我們所謂的中南美洲應該是包括中美洲 加勒比海跟南美洲三個 那麼這個面積合起來是2100萬平方公里 我可以讓大家知道俄羅斯是1700萬平方公里 加拿大998萬 美國980萬 中國960萬 這個都是比較大的幾個國家的 但巴西也是850萬也蠻大的 那麼這個中南美的話是2100萬平方公里 就是面積大 你這個就是在競爭上有一個優勢 第二個優勢就是人力充足 它人口是6億人口 而且50%是25歲以下 跟我們台灣高齡化、少子化完全不能比 它50%是25歲以下 而且它人口成長率多少 2.5 我們現在都快到負成長了 是吧 好像是這個 1.2 1.2是吧 所以你看這個 但是好像我們現在出生這個嬰孩的人口 比我們大學生這個人口還少一點 所以等到他以後長大要上大學是吧 而且成長率又高 這個也是它很大的一個競爭力的優勢 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它天然資源太豐富了 它什麼都有沒有哪一樣東西沒有 農業、畜牧業非常發達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很多參戰國家都密碼生產糧食 怎麼辦呢 這糧食從哪裡來 都是從中南美洲來 尤其是阿根寧 阿根寧是一個你不能想像的這個 婦婿的國家 他們自己也給自己編了故事 說是這個上帝造了這個地球以後 別的國家還去跑去跟上帝這個抱怨 說你為什麼給阿根寧這麼婦婿的土地 上帝說你稍安勿造 你只要看我擺什麼樣的人上去 你就不會生氣了 因為在阿根寧是狂妄之大 我有一次這個 我擔任一個駐阿根寧代表 有一次在聊天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來了 他們就說這Francisco是台灣的代表 我叫Francisco是台灣代表 就那個人說 我曉得你們台灣是賣鞋子跟傘的 你是不是狂妄之大 我說你講的一點都不錯 我們就是賣這兩個東西 但是呢 For your information 這個世界上 每十把傘 六把是made in Taiwan 在這個世界上每七個人 有一個人穿made in Taiwan的鞋子 但這個比例後來一直往上提升 現在大概每四個人還是三個人 有一個人穿不一定是made in Taiwan made by Taiwanese 因為台灣現在到國外去投資 大陸或者東南亞投資很多 所以我們台灣人現在做鞋子 還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那個時候是每七個人一個人穿 我說這兩個小東西 你覺得還可不可愛 因為那個是藝人 所以我就很火 我會修理他 我說我們台灣今天能夠起來 就是因為我們有sell的本事 我在這個世界上哪一個人呢 沒有sell的本事 他註定失敗 一個人成功與否決定他行銷的能力 不只行銷你的產品你的服務 連你自己也要把自己行銷出去 因為他的意願 我說這個哪個不在賣他的產品 教授賣學士對不對 畫家賣他的畫 工廠老闆賣他的產品 最後做家賣他的這個 我說哪一個不在sell 問題在你sell的能力 然後我說政客賣什麼 結果他愣在那裡 我說我告訴你 政客可能賣everything 也可能賣nothing 我說但是這個一點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你有本事賣 你有本事賣nothing 你一樣成功 我說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政客賣nothing 但是他很多選票啊 他一樣成功啊 所以我說重要在你sell的本事 所以阿根尼人就是狂妄之大 但是他就這麼富有 這個他在鼎盛時期 他們阿根尼人到歐洲去啊 自己帶牛去的 他說和歐洲那牛奶不能喝的 要和我自己家的牛奶 帶牛上船到歐洲去旅遊 所以呢這個中南美洲啊 真的是非常富序 除了阿根尼以外 巴西有各種的這個礦產 這個農業也是大豆 另外呢這個森林 森林在中南美洲啊 也是非常重要 他整個中南美洲的這個面積 百分之五十是森林 而這個森林佔全世界森林的百分之二十三 全世界最大的最完整的熱帶雨林 也是在這個南美洲 所以科學你看他這個競爭潛力有多大 再加上他地理位置又特別好 他就是在世界最大的市場 美國的旁邊 而且美國又要去把它列為他的後院 所以呢他特別照顧中南美國家 有很多的優惠 所以啊這個中南美國家 這個享受啊這個地理位置的優勢啊 這個也有助於他的這個潛力的發展 那麼看看他有這樣這個潛力 他的經濟發展啊又如何呢 我們可以分幾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啊 在殖民地時期啊 那是很可憐 他的所有的生產財富 通通被送回歐洲殖民國家 過的日子非常苦 他的經濟是從獨立以後開始 你曉得這個中南美國家第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哪一個 不曉得在場是哪一個就知道 中南美國家第一個獨立的國家 海地 海地不僅僅是中南美第一個獨立的 而且還是全世界黑人國家第一個獨立的 好想想看 結果海地到現在還是這樣子貧窮落後 那麼海地是在1804年獨立 那後來很多國家陸陸續續獨立啊 一直到1822年巴西可以算是最後一個獨立 那麼這期間獨立很多國家獨立以後啊 大概100年期間呢 大概都是軍政府統治 軍人當政 但是呢軍人當政也有他的好處 反而是這100年期間啊 經濟發展相當不錯 在這個最高峰的時候啊 阿根廷在1913年 也就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 1913年他國民所得多少呢 3797塊 比當時的法國、德國多高 1913年 那麼其他的比如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秘魯等等 在當時都是屬於富序的國家 都是很富有的 阿根廷啊 你看看這個 一次大戰前他已經到了這個底部 他是全世界第一架飛機是他造的 他的地鐵是全世界第二造的 僅次於倫敦 還比紐約的早 但是呢 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呢 從以開發國家調回到開發中國家的 哪兩個 一個是阿根廷 一個阿根廷沒有人整他 他自己整自己就把它整成開發中國家 另外一個國家是捷克 捷克事實上呢 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已經是高度工業化的國家 但是他被共產主義高垮的 但他基礎還是很深厚 所以這個中南米國家其實在軍政府時期發展得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呢 開始民主化 剛剛這個談獨立啊 實際上巴西不是最後一個 因為最後一個是蘇利難的 蘇利難一直到1975年 他是赫蘭的 赫蘭的蘇利 一到1975年才獨立 那是最後一個 但是當時一個獨立這個蜂巢 風起雲湧的時候 紛紛獨立 那在那個蜂巢當中 最後獨立的是巴西 那麼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啊 開始這個民主化 好 那因為這個民主這個制度不成熟 這個造成很多的問題 貪污腐敗啊 這個買票啊 這個做票啊等等一大堆的問題啊 所以呢 嚴重影響到國家的發展 這個經濟開始下滑 這個所以在這個民主化以後呢 反而是它影響到它國家的發展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它又起來了 美國的這個金融海嘯 全世界影響最大的就歐洲 因為它跟美國的這個經濟關係實在太密切了 金融海嘯衝擊最小的 一個是中南美 一個是亞洲 中南美最近一二十年 它的這個成長率啊 都是高於全世界的平均值 所以這個很多國家都是維持啊 百分之六七啊這個成長 所以最近中南美情況還算是不錯 尤其是這個現在美國又開始復甦了 美國經濟很像開始復甦了 美國復甦以後啊 這個首先佔到這個便宜受賄的 就是中南美國家 所以現在最南美這個情況相當的不錯 再加上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在中南美競爭 在競爭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啊 競爭把好處啊給這些國家嘛 來爭取它嘛 就好像我們外交去爭取邦交國 情況差不多 那美國事實上在1823年 宣布這個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它 OK 那我就下一趟 謝謝 這個我們剛剛提到 美國在中南美的影響力啊 事實上啊已經啊 開始這個走下坡 因為美國在1823年 宣布門羅主義 門羅主義它主要的厲害就是啊 禁止不准歐洲國家 繼續到中南美來殖民 把中南美化為它的勢力範圍 對 中南美因此成為它的後院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啊 美國因為這個中東戰事 反恐這個戰爭等等啊 投入太大的資源 它已經沒有能力啊 再去這個加強照顧這個中南美這些國家 而這個時候也正好是啊 中國崛起 所以中國大陸呢 在這個這個地區啊 可以說是啊 很積極的這個來經營啊 使得這個美國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個介入以後啊 很多中南美國家對於美國 已經不是太在意 甚至於啊 很多國家聯合起來反美 尤其是這個 維尼瑞亞的狂人 Chavez 聯合玻利維亞什麼Eguador等等的這個 左派人物呢 在南美洲形成這個 一股左派力量呢 來反美 所以讓美國在中南美的這個影響力啊 這個大幅下降 連本來這個想成立的 美洲自由貿易區啊 後來也無蹤而機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啊 終於啊 美國國務卿 Jean Carey呢 在2013年 11月18號正式宣佈 1823年 美國所宣佈的 門羅主義時代結束 這樣就結束了 190年來 象徵美國在中南美霸權的門羅主義 事實上啊 美國是否宣佈結束啊 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你的影響力 不是靠你宣佈就可以有的 是要靠實力 而你現在實力已經沒落了 在中南美霸權 你已經沒有力量再發揮你的影響 你說啊 你就是不宣佈門羅主義事實上 實質上他已經死亡 已經不存在 不過呢 Jean Carey Anyway他就承認公開宣佈 這個結束 這個 更何況這個門羅主義當時的內涵 就是不准人家 再到中南美來執迷嘛 那現在有哪個國家可能 或者有能力到中南美來執迷嗎 沒有可能嘛 所以門羅主義的那個 主要的內涵 已經不再實用現在這個時代 所以他宣佈這個結束啊 這個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麼在美國走下步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積極進入中南美洲啊 重視的程度可以看出來 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 2014年 2016年 深度訪問拉丁美洲 簽署非常重大的合作協議 包括跟巴西簽署56項合作計畫 採購60架巴西製造的飛機 融資50億美元 這是巴西 阿根廷呢 簽署了20項合作協議 融資75億美金 跟委內亞簽署38項合作協議 融資57億美元 後來在2016年那次訪問當中 還發表北京宣援 承諾在10年之內 投資拉丁美洲地區啊 2500億美元 要讓貿易達到5000億美元 事實上這個 在2011年的時候啊 中國大陸給予拉丁美洲的貸款 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 美洲開發銀行 美國進出口銀行 三個大銀行 融資給中南美國家的總合 還不如中國大陸一個國家給的貸款 可見實質上 中國大陸在中南美的這個影響力 已經超越了美國 因為事實上 世界銀行 這個美洲開發銀行 也都是美國在操控 那當然美國進出口銀行 是他的吧 但其他兩個 這個世界銀行 是國際性的這個銀行 美洲開發銀行 是區域性的銀行 但是都是操控在美國人手裡 但是三個銀行合起來 還不如中國一個國家 那麼我們跟中南美洲國家 打交道的話 也要認識一下他們的這個 有些特殊性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 等等特殊性 很多 其中我就列幾個 第一個就是政黨的特性 他們很少政黨可以長期存在的 政黨這個存在大部分多少 為了因應選舉 選舉前組成一個政黨 等選完以後很快就垮掉 因為這些當選的也會跳槽 這個跳到別的政黨 或者另外再去找一個人 另外再做政黨 所以這個都是選舉任務型的政黨為多 很多國家 當然也有部分這個南美洲 政黨甚至比較發達的 這個比較好 中美洲很多都是選舉任務型的 另外一個特性 在中南美國家 很多年輕人很快出頭 但也有很多這個政治人物 一瑞子在政壇進進出出 他也可以換黨換來換切 這個長袖上武 在政壇是長青樹不倒翁 那麼當司長的時候 我就特別跟我們當時的外交部長提到 所以因為中南美洲很多年輕人 這個很容易出頭 所以我說我們所有的這個邀訪計畫 大概都是請在位的這個部長來訪問 那很多部長來訪問回去就下來了 或者是在訪問途中就被換掉了 所以我就建議應該把資源一部分投注到年輕人身上 所以我就建議我們這個朱副長 那個時候朱副中 成立青年領袖國建會 國建班 邀請大學或者社會上的青年領袖來參加我們這個國建班 讓他看看我們國家發展的經驗給他參考 這個呢就發生了很多效果 因為我瓜地馬拉兩度擔任大使 我這個因為做過施展以後 後來我到瓜地馬拉當大使 我就邀了當時商會會長很年輕三十幾歲 來參加我們的青年領袖這個國建班 很開心 結果這個後來我第二度回去瓜地馬拉當大使 他已經當了外長 所以我們就變成這個好朋友 他每次出國他都告訴我OK 我什麼時候到哪裡去什麼時候回來 我這幾天出國幾天用的是哪一個這個手機 到時你又任何事情去找我 就好到這個程度 就是他的心中他不必我去問他 他都會告訴我 那時候我們因為這個外交惡鬥啊 這個非常嚴重啊 哪一天外交部突然來給電報說 你那邊的外長啊現在不在國內 所以你曉不曉得 你說不曉得 那你就IK了 就被修理了 你一定要曉得重要的人物他的心中 那甚至假如說你知道 說我知道他現在到紐約去了 他到紐約見哪些人你知不知道 你說不知道又被修理 所以你還要知道他到紐約他的心中如何 那我們這個原來推動這個聯合國案 每年都要去請這些國家 這個因為他大會裡面總統一般請你都會去出席 他就會演講 那我們就要求啊 這個總統在他的演講裡面 有一行或者兩行提價我們台灣給我們支持 我們就很感激 那我們沒事一下以後啊過敏多久 就會拿個部會所長來說啊 我什麼地方要蓋一條公路啊 就是啊 所以我們花很多的資源 結果呢 就是要他在大會上提兩句 那這兩句有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聯合國大會這個 所有這個原來在演講的時候 底下人都在做他的事情沒有人聽的 但是呢我們就是要這個東西 畫好多的資源 而且這是對我們的注視很大的一個壓力考驗 因為我們接下來以後他們說好 我們在這個總統講稿裡面會加上去 然後外交部就要叫我們說他加的文字是什麼樣 你送回來我看看 我還要去請人家說OK 你家的文字怎麼樣 可不可以給我 你關係不夠的話他不會給你啊 好 你關係拿到了 回來以後外交部還要改稿 改一改以後送回去請你 請他按照我們的這個來 所以啊這個我們在外面 中華民國外交官全世界沒有這麼辛苦的外交官 好 就是因為外交的鬥 哪一天這個外長或者總統什麼有施權的人 他隨便講一句話 我現在缺個幾百萬 你幫我想想辦法 你說不行 沒關係 你不要操心 我找別人 會嚇死你啊 別人會是誰 基本上說我就跟你斷交 我找北京嘛 所以我們在這個駐外人員 所以有時候這個斷交啊 國內要去這個去責備我們的這個助詞啊 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完全在政策 你政策是這個樣子 然後還在於你的實力 你有沒有這個實力維持 你政策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沒有實力維持 你就不要怪我們這個駐外人員 我們駐外人員就是這個努力去執行的政策 但是呢 做不到 沒辦法 我在華地馬來兩任經歷了七位總統 十幾位外交部長 其中有任何一個人 我沒有擺平就斷交 十幾年 我到現在吃安眠藥 因為我不知道 醒來 我會看到報紙啊 是不是斷交了 不知道 很多大使都是第二天看報紙啊 或者是聽廣播啊 電視啊 斷交了 你怪他這個大使辦事不利嗎 為什麼事先不知道 當然事先不會知道 他要跟你斷交的話 他決定瞞你嘛 所以呢 這個巴拿馬斷交 我們罵人家 隱瞞我們 這很奇怪 當然隱瞞你嘛 但是呢 是不是大使的錯 不是 這個 巴拿馬 我是馬鈴祖總統第一任外交部長 我上來一個提 提出外交修兵 那個時候巴拿馬就已經去找北京要建交 結果被北京拒絕 拒絕的理由就是我跟台灣現在外交修兵 所以我不能跟你建交 結果他苦等九年多 從08年等到現在 17年 他建交了 哪裡是隱瞞 他苦等九年多 他08年已經把他的意願展現 那我們說民進黨 或者說我們在嚇唬國人 那他去找北京被拒絕 誰說的呢 危機解密爆料的 危機解密把他的外長 什麼時候去北京見誰 談什麼 怎麼被拒絕 危機解密 清清楚楚爆料 可不是我們外交部隨便亂講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在中南美洲這個邦交國最多 所以我們要談這個 我們的對外關係主要就是談 跟中南美的關係 那麼為什麼中南美會成為我們的外交重鎮 最多中南美國家跟某個中南美國家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幾個因素 第一個 國際環境 因為二次大戰以後 國際環境是民主集團跟共產集團的對抗 我們是反共國家 屬於西方民主集團的一個成員 所以我們就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 那麼那個時候中南美地區的政府 絕大部分都是軍政府 軍政府本身是本質上就是反共的 而且它是屬於西方民主集團 所以很自然就跟我們理念上相同 跟我們就能夠維持好的關係 那再加上我們在1970年退出聯合國以後 可以說我們的經濟開始起飛 創造了經濟奇蹟 成為這個科技大國 那我們那個時候確實在經濟上有能力 給邦交國提供很多的援助 最主要就是技術合作 我們派出很多的這個技術團 開始只要是農業方面的 後來工業方面也是 我們這個工業技術團去了以後 他們都非常佩服 我們這個專家進到工廠 繞一圈出來以後就告訴他 你的問題在哪裡哪裡哪裡 一目了然 人家都想他搞了這麼久 不曉得怎麼辦 不曉得怎麼改善 想不出辦法 結果我們專家一看就看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很多的援助對他們 因為這些國家大概都是開發中國家 它的發展程度跟我們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的發展經驗是可以供他參考的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的土地改革 在我們國內確實是很成功 當然這個地主們不開心 不過它的高明處在哪裡 就是說地主我沒有虧待你 到時候農民它的收穫 三七點五的部分是歸你地主 其他歸農民 因為這個很合理 你根本在土地站沒有工作 沒有做事情 為什麼你要這個站 以前都是一半以上地主拿走 農民哪一部分 甚至有到達百分之七十地主拿走 那這個土地改革先是三七五的建築 就是這個農民可以拿多一點 接下去呢 要這個地主把地賣給農民 但農民沒有錢買啊 怎麼辦呢 也很簡單 就是農民把收成的 每年收成的三七五交給你呢 這個就是作為分期付款的錢 那假如說 這個哪一年 因為天災沒有收成 照算 照算已經付了一次三七五 哪一年豐收 那你三七五可能就很多東西 那這個地主可以拿多一點錢 也就是說 別的國家就 以金錢來計價 總共是多少錢 你農民每年要付多少錢 農民萬一欠收 天災以後他沒有收貨 他沒有錢付怎麼辦 就造成問題 造成社會問題 但是我們的制度很簡單 你有收獲你就付 沒有收獲也是一樣 反正是算一次 就是按照比例來算 就這樣解決啊 這個 所以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啊 這個 政府讓地主把地賣給農民以後啊 怎麼補償他的損失呢 這個政府把那個時候四大工營企業的股票 哪來付給地主 就是讓原來在土地上剝削農民的人啊 把他轉到工業這個領域 讓他去發展工業 因為這些人有錢 有智慧 有能力 為什麼讓他在農地去剝削農民呢 所以呢 就把他轉到工業 那怎麼轉法呢 我這個四大 四大這個國有企業的股票 我來付你 抵賞你部分這個農地的錢 所以呢 我們工業起飛 開始的工業這個家 全都是啊 原先的地主 就是我們很成功把地主呢 轉換角色成為這個企業家 所以這個經驗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呢 這個到中南邊回家 不一定能夠使用 因為呢 這個國情不同啊 但anyway我們就是啊 這個 援助合作的時候啊 我們都是啊 配合他國家的需要 適合他國情的 而不是說我們有什麼 我們提供給他 另外我們這個政府啊 是這個加強貿易 因為他們的這個東西啊 要賣出去啊 不太容易 因為他品質也不好 這個競爭力也不夠 那我們這個政府 一定要想辦法 叫我們民間去買啊 所以我當市長的時候 有一次啊 我們就這個全團 全團跑到布拉威去買 買什麼呢 買他羊毛 好 就請我們這個 紡織工會的頭子一起去 好買了羊毛 價錢貴 但是這麼我們外交部說 沒關係 我這個 我這個 外交部補貼 結果還沒完 回來以後啊 隔兩年 我們外交部說到 法治公會的公文 他說我們現在配 因為配合你這個 外交呢 買的烏拉圭這個羊毛啊 因為品質太差 我們只能跟澳洲的羊毛啊 每年配個百分之一二 因為配多的話會影響品質 所以我們這些通通擺在倉庫裡面 這幾年來呢 被老鼠咬了 被什麼 所以我們損失這個慘重 總共損失的時候到錢 一列幾百萬美金 結果外交部就只好付給他 所以呢 你政策性採購啊 一方面價差我們要付 到時候呢 後續還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政策性採購也非常困難 但為了為了為了幫家 我們曾經做過 現在不做了 因為實在是沒有這麼 外交部沒有這麼多的經驗可以來做 另外呢 投資也是一樣 這些國家 它這個 投資環境不好啊 對不對 它這個 政策不穩定 政局不穩定 行政效率差 工人效率差 工會又很強 距離又這麼遠 一大堆的問題 語言也不通 所以呢 國內大家都不肯去投資啊 但是外交部 希望我們先去投資 怎麼辦呢 就說OK 你去投資的話 你銀行貸款 現在是怎麼 1.2或者2% 但是你商業貸款會高一點 我外交部補貼你的利息 請你去 結果呢 效果不髒 後來我們說OK 你去的話呢 工資我外交部替你付 或者是你廠房的租金我幫你付 很多的辦法 最後成效都不好 後來到最後的這個辦法 到底是什麼程度 就是 你去投資100萬 我外交部送你20萬 外交部送不支付 因為這是外交需要群 好 你去投資100萬 我送你20萬 好 結果很多 去了 幾個月以後他關門了 他說我經營不下去 20萬拿走了 還是不行 所以政府採取很多措施 多受了外交 因為你外交額頭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採取各種措施去 但是呢 確實是成效不是太好 另外我們就是鼓勵輔導 民間很多交流 那這個呢 民間這個是很現實的 賠一本生意沒有人做 沙頭生意是有人做的 風險再高 只要能賺 有人去 但是會虧的 他就學不去 學不去 政府雖然是貸款給他 他說貸款給我怎麼用 我去了我會虧啊 這虧本生意嘛 所以你給我 貸款給我 你送我20萬 我去了以後 我倒是虧50萬 還是不行啊 所以啊 這個問題非常多 那麼這個我們跟這個中國大陸之間啊 可以說是啊 外交領域啊 特別的這個困難 那我們現在談 我們跟外交 跟中南美國家的外交關係 就等於談我們的對外關係 因為主要的關係 我都在中南美 所以我談中南美 就等於談這個整個我們 我們國際的對外關係 那要談對外關係 就一定要談兩岸關係 好 那麼這個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個國家 像我們啊 說在國家發展上 有一個負面的因素在干擾 這個負面因素就是兩岸因素 這兩岸因素不僅僅干擾我們外交領域啊 我們的經濟、國防、內政 通通受它的影響 受這兩岸因素的影響 好 所以現在他們說 中國大陸對我們是什麼 經濟窮台 外交困台 內政納台 他納台 他要給我們國民待遇啊 然後你這個年輕人 企業家到大陸去啊 他這個支持你 甚至於貸款給你 這個給你很多的補助辦法 他就要納台 納台就是爭取民心的意思 尤其這一次這個 我們看了習近平十九大的報告以後啊 可以看出來 他對爭取民心 他會很用心 事實上這個 中國大陸歷屆的領導人 都一再提到 台灣要爭取台灣民心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那麼現在這個事實上啊 時間不多 這個 這個重要就是有兩個關係 我這個 幾年前 就是甘比亞跟我們斷交那個時候 我正好因為學術訪問團啊 到這個北京去啊 跟清大這個北大社科院這個 談兩岸交流 結果到最後一天吃完早餐以後 台北電話過來說是 甘比亞跟我們斷交 因為馬總統八年期間 也沒有一個國家跟我們斷交 因為外交和修賓的關係 沒有一個國家斷交 突然這個甘比亞跟我們斷交 主要是啊 因為他以前這個 過好日子啊 他要敲詐什麼的 我們都給 後來等到修賓以後啊 我們可不如隨便給你好處啊 所以他不開心了 所以那個亞美就突然跟我們斷交 那我正好在北京 而且那天正好是十點半 要跟北京這個中共的副外長李寶東見面 我們說可以等一下見面看他怎麼說 結果見面 韓宣以後啊李寶東啊 就出來我們這個從媒體看到消息啊 就是甘比亞跟你們斷交 他說我們很好奇 他為什麼跟你斷交 然後他說我們會去了解 那麼請你在處理這個事件上的說 不要傷到兩岸關係 那第一個跌到兩岸關係 接著他說 他說基於兩岸關係的考量 我們不會跟他建交 第二次提到兩岸關係 那我說這個 你不跟他建交 我們理解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 甘比亞很想跟你們建交 而且他也一定願意等 他說是否建交不是時間問題 不管什麼做 是否建交 還是以兩岸關係為考量 第三度提兩岸關係 接著他說 我們以兩岸關係為重 短短幾分鐘 他四度提到兩岸關係 而這個是 先是外交問題的時候 他提兩岸關係 可見兩岸關係跟外交關係 是何等的密切 你我們的對外關係 不可能脫離兩岸關係來處理 完全沒有可能 那麼現在 我發現了 中國大陸已經在國際社會 落實它的一頌 國際組織現在已經完全沒有 以前有個模糊空間 因為雖然聯合國通過了 這個二七五五八號 這個決議案 這個 承認世界上 這個代表中國都是 北京來的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 我們還是以各種 彈性方式 參與國際 國際組織 國際會議 比如說 這個 世界貿易組織 你曉得我們用什麼名義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 哪一位知道 我們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名義叫做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你看這個彈性夠吧 你不可能用中華民國嘛 不可能用台灣嘛 你用 台澎金馬 這個關稅領域 正式成為會員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在國際排名上 我們的國際貿易 是排在第15名 第16名 是貿易大火 你這個世界貿易組織沒有我們 太大的缺點了 缺口太大了 所以呢 全世界都有個共識 一定要讓台灣進來 成為會員 結果大家散碰腦筋 腦力極盪 最後呢 是想出這麼一個辦法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那其實因為 我們有這個分量 全世界國家 都要我們進去 所以想出解決辦法 另外這個APEX 這個亞太地區 我們是算很重要的一個國家 但是呢 有中國在裡面 而且到了要組織APEX之後 這個中共的力量已經開始崛起 所以呢 阻力比較大 但是所有的這個APEX會國 也都認為台灣當然應該在裡面 怎麼辦呢 最後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說APEX這個會員呢 不是用國家名譽參加 用經濟體 所以我們是經濟體參加 中國大陸也是經濟體 全部都是經濟體 OK 經濟體沒有關係 等到這個APEX的高峰會的時候 所有的經濟體都派他的國家元首來出席 但是我們不可以 沒有道理對不對 國際政治就這樣現實 沒辦法 就靠國力啊 結果呢 高峰會的時候 本來都不讓我們出席啊 到後來在西雅圖舉行 美國當主人 美國說一定要幫我們爭取 好 最後就說這樣子 我是主辦國 美國 我會發一個邀請函 請你李登輝總統來參加 但是呢 李登輝總統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藉口不能來 你派一個代表來 就是我邀請的時候一定發給你總統 但是你總統絕對不可以來 你派一個代表來 所以現在呢 我們每次APEX 這一區啊 我們蕭萬禪去過啊 什麼現在什麼 宋廚要去啊 去年也是這樣 這個就是因為啊 這個 國際政治是很多的妥協讓步 那我們就是靠這種的這個 彈性 靠近模糊空間啊 我們能夠參與國際組織 雙邊關係也是一樣 無邦交國家 很多國家我們設的是代表處 但是呢 享受的 是跟大使完全一樣 跟他們官方政府這個 直接直接溝通 也簽署很多官方文件等等 好 但是這種情況 現在慢慢開始會被壓縮 國際組織的部分已經完全被封鎖 唯一一個例外就是今年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很彈性的做法 就是由大會去當大會的觀察員 那什麼去呢 由他的幹事長發一個邀請行 邀請我們去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 還不是這個組織的觀察員 也不是這個大會的觀察員 而是幹事長邀請你去以觀察員身份 就是我們有各種彈性去出席 但是呢 這個情況後來在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民航組織等等通通消失了 他就算連這個他都不給你了 在馬政府時期我們還以觀察員身份 去出席國際民航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 但是呢 後來這些都沒有了 那比如說這個巴拿馬建交公報 這非常特殊的 因為以往就是 這個斷絕外交關係就是了 但是巴拿馬建交公報裡面 後面再加幾個字 巴拿馬政府承諾不跟我們進行官方關係 官方往來 這個很嚴重 因為後來接受越南捷捕賽 突然跟中國大陸發表聯紅公報 聯紅公報裡面還講 反對台獨 支持中國統一 就慢慢他要限縮就是要讓 跟他有方向的國家 開始嚴格遵守一宗免治 所以呢就是國際組織這個多邊的部分 他已經完全掌控 我們不可能在任何彈性的方式 再參與國際組織 雙邊的部分他現在也開始在進行 所以這個蔡文總統曾經說 我們沒辦法參加這個TPP 沒辦法參加這個什麼 國際組織 區域組織 沒關係 我們透過雙邊組織 來這個進行對外關係 這個雙邊組織的關係 也會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因為你要去跟人家簽 自由貿易協定 投資法上協定 都需要是官方文件 不可能不是官方文件 那他假如說不跟你來進行官方往來 不跟你有官方關係什麼 所有這些文件都不可能簽 那你說這個我們要南向企業界 企業界這個鼻子比政府零得多 他秀傑比你零得多 他資金也比你這麼充裕 他在東南亞需要你政府什麼協助 需要你幫他找商機嗎 不需要 需要你幫他出錢嗎 不需要 他要政府協助什麼 你跟這些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嗎 讓我可以享受這個官色優惠 可以有競爭力嗎 你跟這些國家簽投資保障協定 讓我去投資的時候有安全感嗎 但是這些能不能做得到 在中國現在開始落實一中原則的情況下 這些文件都不可能簽出來 所以我們南向是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不只南向 以後這個到外面去 這個有人說 我們邦交國替光頭有什麼關係 中華民國消失的時候 這個台灣國就出現了 這是很奇怪的邏輯 我不懂 假如說所有國家都跟北京建交的話 全世界存在的國家都已經存在它了 哪裡冒出來的國家承認我們 我怎麼想想不通 然後還有人說 沒有國家 反正這個167個國家現在 給我們免簽啊 到時候我們還不是世界啪啪照 會是這樣嗎 你這個邦交國都沒有了 中華民國在這個國際社會不存在 不存在的政府花的護照有效嗎 這個免簽是適用於中華民國護照耶 當中華民國護照無效說 你還能夠享受每千嗎 所以很多事情不能想得這麼輕鬆 這個西班牙卡達郎剛剛公投 雖然這個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幾 但是有百分之九十幾是贊成獨立 結果呢 他敢不敢宣布獨立 不敢 因為那些宣布他馬上困釋在裡面 因為他剛才發的護照就是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走出去 歐洲已經明白蔣民反對 美國也反對 通通反對 你宣布看看 宣布以後你的護照就是無用的白痴 人民就會困在裡面 同樣的台灣 你現在說是好 這個大家要獨立 可以 我認為政治理想不一樣 不一定說同一個民族 同一個文化 有歷史淵源就應該是同一個國家 不一定啊 我政治平台跟你不一樣 所以我要獨立 可以啊 但是呢 很簡單 兩個條件 一個就是你要老百姓支持 現在台灣老百姓支持有多少 可能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 不知道 另外一個最重要就是 國際間能夠支持 國際間不承認你的話 你是一點辦法沒有 他這個民間老百姓支持好像看見人高 結果呢 公投以後他不敢宣布 就是因為他們得不到國際支持 我們的這個情況也是這樣 你現在這樣繼續啊 跟這個中國大陸惡鬥下去啊 就是這種困境 我是說 我當外交部長說 我提出外交修兵啊 被罵到臭頭 我現在就不懂 為什麼會這個不認同外交修兵 外交修兵是三贏 不到我們贏 大陸贏 國際社會也贏 外交修兵只有一家贏家 哪個贏家 遊走兩岸 敲詐兩岸的那個小國家 是唯一的贏家 你為什麼要選擇 只有一個贏家 而這個贏家不是你的那個政策 我不懂 外交修兵都是贏家 你這個惡鬥的時候 你以為你搶了他搬交國 你贏了嗎 沒有贏耶 你付出他代價 代價太高了 那他搶走你的邦交國 你當然是輸啊 但你搶人家的邦交國 你也沒有贏啊 那個代價太高了 唯一的贏家就是 就是那個右左兩岸的 所以呢 我是這個 強力主張外交修兵 至少在馬總統任內 確實是沒有在這方面花錢 我們替政府真的省下不曉得多少錢 光是金幣預算這個省很多 現在金幣預算是大幅提升 因為開始外交的 抱歉 這個好像時間已經超過了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同學現在有問題要請教歐部長 請教歐部長 有提到就是外交部有補助 台灣很多的廠商在那邊可能設廠 然後聘請當業的勞工 那我想請問就是有沒有什麼失職的收穫 對 因為可能他們領了補助以後 發現無力跟補助就回來了 但我想知道有沒有就是有些爭面的影響 這個成效非常有限 可能有少數少數一些真正的投資 投資然後繼續經營下去 但是很多很多都是這個 目的就是要拿那個補助費 完了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也許我們下一次啊 座談會的時候可以談談看 有沒有什麼各位有沒有什麼創新的想法 可以啊 加強我們跟座談會之間的這個經濟 經濟這個貿易方面的這個關係 但目前為止 我們政府能想的就想 而成效非常有限 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您聽到這樣子 那個南向政策是非常困難的 那為什麼政府還要提這個政策 因為這個大家想法不一樣 我前面多久啊 在一個場合聽到這個 聽到這個 因為這個 學者啊 甚至於講說 中國大陸 這個 一帶一路 他要沒有台昌他能做嗎 他根本做不成 這是 思維的問題嘛 你這個 你認為說 你可以做 那事實上當然也可以做 我們這個台昌啊 繼續到那邊去 投資啊 東南亞國家也很歡迎 那麼這個重要的投資啊 他也會提供優惠 那事實上呢 東南亞啊 這個在李登輝時期啊 這個南京政策已經辦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現在說這個 新南向 我就不曉得新在哪裡 我所想到的心就是 人家崛起了 我們沉淪啊 心在哪裡 所以呢 我是覺得這個 民間他還是有活力 他還可以去 但是政府能幫的嗎 非常少 主要就是因為 民間需要你的就是 你要跟人家簽這個 自由貿易協定嘛 簽這個投資保安協定嘛 但這個呢 你是做不到的 那民間還是會去 是吧 我們再次謝謝歐宏斌和歐部長 今天帶來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獎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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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